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weektalk,本期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与复盘一下,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整个加密市场有哪些大事发生 那么今天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我们会从数据上面来去分享一下关于DEX呀NFT这些主流赛道目前的一些交易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特币生态,比特币生态在这周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热点出现的 而且确实是吸引了一波人,之前没有做过几期视频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 那么接下来还是社交这个赛道,社交赛道在这周依然保持着非常强有力的这个属性 那么Fried.Tech的营兽就超过了8000个ETH,真的是非常逊猛 然后就是整个的烫生态,烫生态在这周也是官宣了两个比较重大的合作 所以关于烫生态也是有许多比较值得讲的 最后呢则是关于一些腰臂的情况,确实流动性比较低,也是腰臂横飞 那么Shiba团队发的这个CAL以及之前我们分享过的这个GameFi项目VMix其实也都是很猛的 那包括这个GFT也是这两天走出了一波自己的小高潮 所以以上这些都是希望我个人跟大家出来分享的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就为个人节分享 没有任何投资建议,区块链和数字会投资风险很高 你就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请散码添加微信群 首先我们还想通过链上的数据来跟大家去综合的分析一下本周的一个市场 那么从链上的交易量来看 其实本周的数据依然是相当低迷的 整个的链上交易量只有70亿美金 也是最近几周的一个新低 那么链上的GAS手续费更是已经低到了个为数 那么这是自去年以来几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唯一的一次链上暴涨GAS还是因为BSI整理自己的钱包 所以目前真的链上没有任何的热点 交易量也是一周不如一周 除了暴跌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跑路之外 跌的真的是没有什么热点了 NFT就更是拉胯了 也是一周不如一周 那么上周不如上上周 这周不如上周 那么你从数据上面来看 基本上就是相对相对低点 已经回到了就是当时NFT没有牛市的那个阶段的交易量 然后从博士上面的交易的价格来看 你会看到每天最高的一个交易量 MYC也不过是差不多1000个ETH 而这个交易量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水分的 因为知道博士现在还是可以通过交易来刷空头的 所以这个交易量还是注水的 那么在注水的情况下都能这么低迷 所以现在NFT真的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看到MYC BYC ZUKI以及之前的什么船长 AMFR等等 那都是跌到了一颗非常非常恐怖 且令人头疼的一个状态 而且整个NFT市场的流动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整个市场真的是一片狼藉 也没有任何基于NFT生态的新项目出来 那么也没有任何让市场回暖的一些迹象 所以怎么说呢 NFT的寒冬 大家只能接着窝着来过冬了 虽然市场状态不好 但是依然还是想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个人觉得比较有潜力的赛道 而且确实也是创造了一些热点出来 虽然这些赛道目前可能整个规模并不大 但是在未来或许能够成为牛市的一个发动机 或者是一个优势赛道 首先第一个赛道还是交易机器人赛道 我们在前两周的周报以及视频中也跟大家多次提到过 我个人觉得电报机器人这个赛道 无论是从业务模式 收入模式 还是整个的产品使用体验上面都是相当的好的 那么你也可以去回看 我之前有做过的 关于来讲电报机器人的这个视频 也都是非常清楚 且非常清晰的 大家只要去搜电报机器人就可以找到 那么这个赛道目前是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回调 你看到Uniboot已经将自己的相对高点跌下了差不多有四倍左右 那Bernander Gun这个产品其实也是自从发币 就是一波三折 然后现在还是在持续的暴跌 所以这个赛道目前还是处于一个盘整期 但是从数据量上面来看 它照它的最牛逼的这个峰值 其实没有下降太多 差不多只下降了40%到50%左右 所以这个赛道依然还是一个目前我们可以关注的赛道 所以如果说后续市场起来 包括整个的流动性变好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让大家去把一些精力跟这个时间 包括说自己的一些投资的资金来放到整个交易机器人这个赛道上面的 因为我刚才说了产品逻辑没有问题 业务营收没有问题 用户体验没有问题 那么等到牛逝的时候 这个赛道还是有相当大的潜力的 但是不建议各位现在买啊 我记得当时有在就是直播的时候有人问我说 将近200的Uniboot能不能买 不过还好当时说特赛最好不要买 因为已经相对高位了 如果当时买了的话 那真的现在已经跌没有四倍了 这个也是非常头疼的一点 所以目前熊市嘛 大家就不要买 但是你要关注哪些赛道有潜力 哪些赛道有逻辑 那么等到牛逝的时候就会起飞和冲发 那么这周其实除了整个电报机器人赛道之外 最火热的赛道就是比特币生态了 比特币生态本周有两个热点 第一个热点就是这个ARC20 也就是原子协议 那么我在之前也有专门做过去视频 跟大家去来分享什么是原子协议 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总结一下 原子协议就是一个基于Olinus协议的相对升级版 那么它对于这个Olinus协议有了一些更多的可护操作性 包括说你使用原子协议 可以去更改你的一些原数据 包括说可以去上传多个图片 而且你的图片包括说上传的数据可以是一些动态的 那么对于未来的一些游戏 还有一些NFT 其实都是有更多的可玩性跟可扣软性的 所以原子协议的第一个优势 就是它要比Olinus协议有更多的可玩性 然后可扣软性也更强 那么第二个部分则是原子协议提出了POW挖矿的一个模式 我们知道在B2C20中我们去打一个B2C20代币 基本上都是谁出价多 那么谁出价早 那么谁就可以去打得最多的B2C20 但是在整个的原子协议中 你除了需要出价高和花钱以外 你还要去贡献自己的算力 所以它有一种类似于POW的一种挖矿模式 那么这种挖矿模式也确实是比较吸引人 那么最近几天这个以A2C20为标准发行的这些代币 也是一发就售庆 那么最早就是这个ATOM 就是它自己第一个发行的这个代币 也是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就打完 那么最近发行的什么配配啊 包括还有一些什么punk啊 这些也都是出了就很快的就打完 虽然目前用户体验很差 而且如果你要在上面挖矿 也是需要顶着很高的这个技术门槛来做的 但是大家都是面临着这个宁错过 那也不用不怕这个麻烦的一个心思去往上冲 我在这期视频中也有跟大家介绍如何去挖矿 然后一些非常详细的A2C20的挖矿教程也都放在那里了 所以也是就是对一些感兴趣的朋友吧 你也可以去冲一下 那么原子协议最今天的一个热度还是有所下降的 但是周六周五周日这几天还是挺猛的 所以也是大家看一下吧 那么第二个热点呢 则是这个Size终于打完了 那么我们在昨天做这个关于讲OKX比特币生态产品的时候 跟大家就来分享了Size 那么经过差不多有大半年的这个打 那么Size终于是打完了 那么也是花费几千万美金 这也是整个比特币B2C20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整个的这个Size我个人还是依然不是很看好 就像我当时对B2C20的一个想法一样 但是呢 毕竟这也是比特币B2C20的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里程碑 可以说是一个前无古人后也很难有来者的一个东西 关于这个东西能不能涨呢 我个人是不是很好判断 就是现在整个市场都非常差 所以Size能不能走向Audi当时的一样的路线 我个人还是相对悲观的 而且目前市场流动性也很差 那很难找到去接盘的嘛 再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点就是 当时Audi的一个价格暴涨 主要源于是整个比特币链上的底层基建还比较拉胯 所以交易啊 还比较麻烦 只能通过场外 所以就会限制流动性 但现在你看到大半年过去了 无论是OKX比特币生态的这种体系产品 还是说像MagicEden Unisite都已经相对比较完全且好用了 所以现在呢 你去交易B2C20已经完全不像当年的那个时代了 所以流动性会 就是底层基建好了 交易方便了 流动性就会好 那么价格就有可能真的现出原型 所以在这方面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去注意一下 但是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可以看到在熊市的这个状态 比特币B2C20的这个size可以完全打完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里程碑的一个事件 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整个的SocialFi 那么SocialFi产品确实也是在本周依然持续的上升 整个Friend.Tech的业务收入已经突破了8000个ETH 这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而且你看到 无论是从日活数啊 还是每天的一个交易数量等等 都是非常的炫酷 那么在本周也有看到几个人在写这种基于 这个Friend.Tech的这种机器人可以去来交易key啊 包括说可以去抢跑啊 然后我也看到群里有人在卖 所以我们会看到目前整个Friend.Tech的产品 已经逐步的形成了生态 就是一个产品它如何能长期的做下去 就是它可以逐步的做成生态 比如说在当时我们介绍GMX的时候 介绍了差不多有四五个机枪池的项目 那么当时机枪池项目跟GMX就可以互相依存 那么同样呢 整个Archrom生态也是因为有了这些衍生品项目而活了下来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Friend.Tech 那么Friend.Tech上面已经有了逐步的这种依存式的项目 那么这种项目就是像所谓的加速器一样 可以互相成就 所以我觉得目前Friend.Tech还是在一个比较良性的状态中 而且因为有空头预期 所以大家估计还是会持续的刷下去 那么在10月中旬 以前我个人可能还是会觉得Friend.Tech的数据 还是能保持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 而且确实啊 本中也没有什么产品出来能够打过Friend.Tech 那么Tipcoin的这个代币也是发了之后表现的比较的一般 然后整个产品也没什么可以玩的 我在之前有做了一个关于叫Post.Tech的这个产品 那么Post.Tech也是一个究极缝合怪啊 那么这个产品是将这个Friend.Tech Tipcoin以及Twitter三个都缝合起来了 然后来做社交 确实最近的社交产品如雨后春笋一般 各种各样全部冒出来了 虽然都有各自的一些问题出现吧 但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和一个点 就是好像Socialify这个产品已经到了 马上就要爆发的时间段了 那么我昨天跟朋友聊天 朋友举了一个非常搞笑的例子 就是说他现在觉得整个的社交这个赛道 就像拉肚子的人马上就要冲进厕所了 所以确实也是这个状态很快就会爆发 所以呢 Friend.Tech是第一个 但是Friend.Tech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 那么大家还是要持续follow市场 看看有没有一些更新的这种产品出现 那么我觉得社交这个板块 绝对是有带动非常多用户进入crypto的一个潜力的 而且从上一轮的NFT我们也能够看到 只要是用户门槛低且有撸毛预期的赛道 一定能够吸引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关于社交这个赛道 我会持续的关注一些新的项目 并且持续跟大家去来更新视频 那么也是希望各位如果能找到一些优质的项目 也可以跟我分享 那么接下来想来看一下Town生态 那么Town生态最近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好 那么从大概7月底8月初的时候开始启动 到现在也是翻了有两倍多了 那么作为市值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那么翻两倍也确实是很不容易 而且Town生态本周也是官宣了两个合作 第一个他们是跟EtherSign推出了一个机器人 可以支持用户在Tentagram内签署合同 那么第二个则是Town基金会为Tentagram用户推出了一个扎密的托管 钱包TownSpace 这两个都是一些底层基建且官方的这种合作 那么关于Town生态的实际产品 其实我也有过调研 包括我也跟陈墨老师去了解跟请教了一下 目前就是关于Town生态 跟陈墨老师的一个观点比较一样 其实就是有点雷声大雨点小 Town生态在铺天盖地的宣传 但我们来看实际的应用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能打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产品出现 就是跟陈墨老师的评价一样 就是生态还非常贫瘠 等待建设和挖掘 除了这些官方驱动的一些底层基建上面的合作以外 在Town生态中根本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玩的 反而是Town生态自己生态 无论是电报机器人 还是说一些游戏 或许能比较有戏 我在上一期视频中也有跟各位聊了 就是Town生态 跟Town生态一定要分开看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Town基金会目前感觉走的有一点像 当时在搞一些国内供链的一种套路了 就是开大会 然后搞这些生态的一些方式 所以关于这种运营模式 是否在新天的市场还能被市场所认可 其实是不太确定的 而且其实从目前的这种官宣的合作上面来看 也都是一些偏向基建层的东西 对于用户层还离得比较远 而且这种合作一般都是官方的这种2B合作 具体能有哪些合作 能不能实际落地 这个也不太好说 但是就如陈牧老师说的吧 就是Town生态 因为有如此之多的一个用户群体 那么确实还是具备出圈的一个可能性的 所以关于这个生态 我会持续的关注 并且希望能找到一些好的优质的应用分享给大家 但是确实找了一圈 没有什么太多能打的 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说的 所以只能以现阶段雷声大 雨点小来评价 那么也是希望可以后续在Town生态上看到更多优质的一个项目 那么最后呢 则是腰臂齐飞吧 那么最近几天大家应该都能看到 包括像之前的韩国游戏公链VMix 然后GFT 包括CAL 都是在疯狂的暴涨 疯狂的暴跌 怎么说呢 其实每天都有一些人来问我 说这些腰臂能不能买 这个臂能不能买 我觉得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买 买了你就会被割 首先这些市场的这些臂 目前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差的状态 他们暴涨暴跌 原因我不太清楚 但核心一定是为庄家出货而准备的 所以呢 你没有必要去跟庄家在这个指尖上来做竞争吗 因为他可能一根线拉上去 也可能马上一根线就砸下来 真的没有必要大家去做这种送命的题啊 你可以就是躺平 你可以定投大饼 如果你真的忍不住 但真的不建议去购买这种高操作的一些东西 这个要比五月份去炒蜜目风险还要高 所以呢 在这里真的是提醒各位 小心小心 再小心 注意注意 再注意 一定要谨慎 这些所谓的腰臂 就是你可以看他涨 你可以看他冲 但是求求大家忍住自己的手 最好不要买 但VMX这个标的还是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说gamefi起来也是可以看一下 而且韩国的这些游戏啊 包括韩国人冲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猛 所以我个人觉得VMX可以关注一下 作为投资gamefi的一个还算OK的标的 但是后面的几个什么meme token 我不建议各位炒币 目前我推荐各位的这个最佳的姿势 或者是在这个市场中最正确的操作 要么就是躺平 要么就是定头大饼 千万不要想着在这个市场中 你还能赚到几千倍几万倍 你现在能做的就是一边去躺平学习 一边去follow一些最新的知识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觉得市场不好 但并不代表说某一些赛道不行 比如说这个地貌技术人赛道 逻辑上符合场理 那么在牛市来的时候 刘多兄购的时候 他就能出来 那包括说社交这个赛道 其实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现在就是躺平沉淀 一直follow市场 请注意在加密市场中 唯一能够信任的 就是不断精进的自己 而唯一能做的 就是一直持续不断的follow市场 好 以上就是本周 我想跟大家带来的全部的内容了 所以如果你有各种享受的 想聊的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扫码推荐 加入微信群 最后我们会在每周二晚上的八点 跟大家去带来一些DeFi课程的基础分享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 也欢迎你可以去加入我们的DeFi课程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